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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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明建 雖然今天 盤面上的成交量並不是很多 但是我想陸陸續續 有收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 然後我們的會員朋友 最近的操作感覺都還滿順的 特別是今天是週末 今天其實個股表現還不錯 那下週會更精彩 下個禮拜會更精彩 來 今天有一些股校漲停板 我先給大家講生計股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生計財富大挪移 但是很多人還在等 這個挪移到底挪去哪裡 對不對 生計股財富大挪移 很多人在等 怎麼挪對不對 那我說 其實等一等時間到就挪了 時間到就挪了 來 今天一早一個新聞 這是一早的新聞 一早的新聞 神龍抗癌的產品獲得美國的藥證 這個是《經濟日報》今天一大早的一個新聞 所以1789的神龍 神龍今天一早漲停板鎖起來 平常都不太會動對不對 平常都不太會動 今天一早漲停板一次鎖起來 就鎖5000多張啊 鎖5000多張 那這個是我們神龍 我給會你的口訊 神龍抗癌的產品獲得美國的藥證 那神龍目前全球拿下27個藥證 那接下來咧 我們現在買的 神龍抗癌的產品獲得美國的藥證 那神龍目前全球拿下27個藥證 那接下來咧 神龍抗癌的產品獲得美國的藥證 光是有27個產品之外 目前開發完成的還有50個 那重點這一句就好 我們看這一句 今年規劃有8個新產品要上市喔 有8個新產品要上市喔 那假設1個新產品上市 2隻漲停 那如果8個新產品上市 那幾隻漲停 16隻 對不對 所以今天一早 漲停 鎖 好 然後給會員的口訊 續報 當然續報嘛 我們VIP會員 光神龍賺來股票買7次啊 買了7次神龍漲停板 那為什麼先前要買 這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這字都沒有變喔 6月送交美國FDA 好 那今年跟明年都有非常好強勁的成長 對不對 已經送了嘛 送了之後你就會看到會變成這樣 對不對 這是神龍的部分 還OK啦 對不對 還OK啦 那另外這是基亞的部分 今天基亞 來到這裡 今天基亞 今天小漲3塊錢 小漲3塊錢 那我昨天跟大家講 其實很多人打電話來問我們基亞的操作 因為大家其實看節目看了很久 那如果你要看VCR的話 你就回去看過去的VCR 這是這一段的VCR 我講的到目前為止 在基亞身上 都是全面都是對的 好 那現在重點來了 基亞我跟大家講 我知道你要問什麼 這個基亞如果要買進什麼價位對不對 好來 這裡買進 好 價差 短線跟波段來做操作 那但是萬一發生這樣子的情況 就必須全部賣掉 就必須全部賣掉 好 近期來講 我有去蒐集了一下 市場上面對於 對於基亞這檔股票的看法 也有很多觀眾朋友打電話 先來問他大概的想法 跟我們服務人員反映的大概是什麼樣子 那綜合了大家對基亞的猜測之後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基亞未來股價走勢 會超出很多人的想像 未來股價走勢會超出很多人的想像 就像是這個樣子一樣 那當然你會說老師 那超出想像是怎麼超出想像的方法 來 我跟大家講 這個價位買進 但是如果發生這樣子的情況 則必須全部跑 再講一次 這樣子如果發生點點點點點 則必須全部賣出 我很肯定 我很肯定 那這個可能節目上不方便講太多 不方便講太多 因為總是有點規範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寫在測標就好 就寫在測標基亞的部分 那我個人希望 我個人希望 我們用最簡單的方式 用一個類似 我跟大家講下棋下棋 對不對 你要先知道覺得他大概會怎麼走 就像基亞400塊很多人在買 但我說400塊 我不要 我買100 我不知道買400對不對 我只知道我們買100 別人買400 對不對 買110 110 120 130 150都給他買 那這個東西我認為 我們要做什麼東西 我們要做這個東西 但是前提是 我們都是有一整套的規劃 不是說我今天買下去 就期待他一直漲 不是 而是我們都是有所規劃的 有所規劃的 下個禮拜 會很好玩 這我昨天跟大家講的嘛 對不對 阿里巴巴的概念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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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我想 最近新聞也滿多的 阿里巴巴即將在美國掛牌 阿里巴巴相關的股票 在中國大陸 跟阿里巴巴有股權 又或者合作關係的7家公司 平均一個月漲了15% 漲了15% 這個漲幅還算大 那很多人都看這個新聞 但是我認為 要是我選 我會看這個新聞 阿里巴巴即將掛牌 那軟銀的孫正義執行長 變成日本的首富 這什麼意思 阿里巴巴持股最多的 並不是馬雲喔 此股最多的是軟銀喔 軟體銀行的孫正義 在14年前投資2000萬美元 在阿里巴巴身上 目前有34%的股權 那如果IPO之後 軟體銀行 將成為最大的贏家 對不對 那我跟你說這個幹什麼 我跟你說的是什麼 如果要選阿里巴巴概念股 當然概念很重要嘛 有沒有做的跟阿里巴巴很相似 很相似 是他的概念股 除了要很相似很相似之外 如果還有日本軟銀 在背後給你當背書 喔 我說我們什麼都不用做 對不對 我們什麼都不用做 我們就要相信首富的眼光 對不對 相信日本首富的眼光 這昨天阿 這日線圖阿 完全都沒有動對不對 今天呢 好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是這樣 來 今天在這裡 好 今天在這裡 這樣子 掌停板 什麼意思 掌停板 怎麼這麼小啊 來來來 我們把這裡放大一點 我們把這裡放大一點 這昨天是這樣嘛 今天是這樣 掌停板為什麼這麼小 因為他離他掛牌的時候高點很遠 因為他離掛牌這個高點 這個價位 掛牌的時候很遠 所以掌停板 只有這樣子而已 只有這樣子而已 來 今天這檔股票 來 昨天跟大家講的這個 掌停板 很多人說 這個我買得比較多 要可以賺得比較多錢 我說沒有如果 只有結果 就像那個賓士的廣告一樣 擁有標股之後 你會懂 擁有之後 你會懂 對不對 來 我跟大家講 這今天我給會員的後信 一開始第一通 神龍掌停 獲利續報 再來 純正阿里巴巴概念股 低檔轉強 掌停鎖住 後續題材 渴望陸續發酵 給它暴勞 把它給暴勞 這個只是 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來 我們簡單回顧一下 昨天的賓士 這個 這檔股票看起來 感覺上好像沒什麼漲 反正也都沒什麼漲到 那這家做什麼 中國手機應用軟體 還有手機遊戲營運 跟提供其他增值服務 這些東西做什麼 就類似跟阿里巴巴一樣 其實很多人不太了解 阿里巴巴是什麼 阿里巴巴它是提供電子商務 在線交易平台的公司 包含V2V 包含線上零售 購物搜尋引擎 第三方支付 跟雲端計算服務 簡單說 阿里巴巴它在做的東西就是說 在網路上面交易 網路上面交易 包含購物 包含零售 包含第三方支付 還有一些雲端儲存 做一些廣告的收入 那這個東西阿里巴巴為什麼在美國IPO 會有這麼高的一個價值存在 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手機嘛 大家都有手機啊 那一旦有手機的話 手機又越來越便宜啊 那手機上面的一個 所謂的廣告 遊戲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阿里巴巴相關的概念股 那這一家 他除了跟阿里巴巴做的很像之外 他的大股東 來自中國大陸 來自日本卵營 日本卵營是誰 日本卵營就是這個阿 阿里巴巴最大股東 日本首富 股價在這裡 做股票跟下棋一樣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講的 做股票就像下棋一樣 你看到這張股票在低檔盤選 就像先前我們在買基亞對不對 112塊半買進 120買進 127買進 130買進 對不對 基亞 那現在你不會問我說 120 130基亞要不要買 基亞從100多漲到200 204 那我說這個 對不對 K線漲這樣 萬一漲停板漲停板 漲停板 漲停會怎麼樣 漲停 昨天還沒漲停 昨天沒有動 對不對 如果漲停會怎麼樣 漲停會過這個大量 對不對 漲停會過這個大量 在漲停之後 你會發現什麼 大家會去找阿里巴巴的乾淨股 現在它還沒有被新聞媒體 納入阿里巴巴 人家還沒有納入它是阿里巴巴 但是如果你要選阿里巴巴乾淨股 你怎麼選 阿里巴巴是誰投資的 馬雲跟日本首富 日本軟營 對不對 那日本軟營 除了投資阿里巴巴之外 也投資在家 那理論上它應該是 純正的阿里巴巴乾淨股啊 對不對 小拉 橫盤 漲停 鎖死 只有一種感覺 或者是賺錢 還有一種感覺還是賺錢 另外一種感覺還是賺錢 對不對 純正阿里巴巴乾淨股 低檔轉強 漲停鎖住 後續題材會陸續發酵 對不對 它大股東日本軟營 Oh my God Oh my God 是軟體股 為什麼 內行人喔 這是遊戲股 為什麼要投資這一家 業內都去買了 中華開發 是不是最好康的都是 中華開發基金在買 來 在這裡 KG看起來很小對不對 因為它離它掛牌價格還很遠 還很遠 你去看它掛牌價格什麼樣子 因為離很遠 所以漲停板很小 我跟大家講過 新骨要就是這樣 這檔叫銳積嘛 銳積是新骨掛牌 新骨掛牌 新骨掛牌一開始先沒有漲 先橫盤洗盤 新骨掛牌有兩種情況 一種像漢翔 一次就漲上來 另外一種 沒有漲先洗盤 那沒有漲先洗盤沒有比較弱喔 它會一支 兩支 三支 四支 五支 六支 七支 八支 九支漲停喔 有沒有 真的還是假的啊 哎呀 還是真的咧 對不對 真的過了耶 真的啊 漲到分盤就要還在漲停 前面是先洗盤 橫盤之後漲停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九支 那我們這個不只是新骨掛牌 這個還有題材 還有大股東喔 還有大空間喔 還有大空間喔 因為有幫股之後你會懂 暴郎 在這裡 股票不用操作很多檔 我們也不用每天在那邊煩惱 我這支股票怎麼沒漲 對不對 我說股神 四十年裡面 只靠十二個重要的投資決策 變成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他做了十二個重要的決策 中國大陸目前的首富 馬雲 阿里巴巴創辦人 他是中國大陸首富 他創造了阿里巴巴 一個重要的決策 日本首富 日本軟炎的部分 孫正義執行長 投資了阿里巴巴 變成日本的首富 他們都做了幾個重要的決策而已 而重要的決策 就像我們在做重要的決策一樣 雞亞 對不對 買進 你所看到的是什麼 不是一支 不是兩支 是漲停板 漲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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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漲停板 對不對 我說股價將會超出你的想像 在我收集很多別人的看法之後 我的答案跟你不一樣 但是我們的答案 一路都是對的 來 但是先講 若是點點點折必拋 這節目上可能不太方便講 可能不太方便講 那我們就寫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階段再回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一次 我們先聚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美国的道雄创新高 对不对 那苏格兰投票了他也没有说要独立 大家担心的事情一一的排除 那担心的事情变数排除之后 就是肯定的东西 肯定是什么 肯定就是做股票要来赚钱 赚什么股票最快 对不对 涨停板最快 就像基亚 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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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睁开眼睛就是涨停 睁开眼睛就是涨停板 那现在还有没有办法赚 我说有啊 升级股财富大挪影 我不是在大涨之后才跟你说的喔 是还没涨喔 对还没涨喔 来 这个叫神龙 这是8月19号的时候 神龙最低点 这个VCR改天再放给大家看 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跟你讲 6月份送交美国FDA嘛 他有很多个药 在目前为止都未来都会上市 很多个药 不是一个喔 我说很多个喔 好 今天神龙 来 获美国药证 《经济日报》 大消息 所以今天一早神龙涨停 但重点《经济日报》里面写到什么 他说除了获得药证之外 他目前有27个药证 27个药证 那未来要变成50个 今年还有8个喔 还有8个新产品要上市喔 这个新产品上市之后还有8个喔 一个新产品上市 涨停索5000多长 对不对 假设两支涨停好不好 那还有8个喔 你自己去看《经济日报》 还有8个新产品要上市喔 哪会有几支 那是今年而已 那我跟大家讲吧 对不对 给大家看 涨停 是个阿里巴勒 对不对 VIP会也买了7次 在等什么 在等涨停巴勒 在等着快乐杜舟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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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昨天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要做阿里巴巴概念股 当然阿里巴巴概念股 它有很多种概念 但是我相信最大最大的概念 你应该从阿里巴巴的大股东下手 阿里巴巴的大股东是谁 阿里巴巴的大股东是日本软银 所以这一次阿里巴巴IPO的过程当中 日本软银的执行长孙正义 直接变成日本首富 对不对 那日本软银既然是阿里巴巴最大的一个所谓的股东 那当然 台湾还有哪一家 是日本软银啊 这个又被别人找到 被别人 你想买还买不到 对不对 这个如果真的报纸上跟你写出来 未来会写 好像不知道要去哪里 不知道涨到哪里 来我们直接看 这是今天的新闻 受险富邦人寿要以360亿 不是36亿 不是6亿 360亿投资阿里巴巴 不止富邦人寿也要投资 国泰金控也要投资 星光金控也要投资 总共360亿就一家受险 好 那你说 我们不是受险公司 对不对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去投资阿里巴巴 没关系 我们可以买同样的概念 背后是日本软银的 骨架趴在地板上面 昨天跟大家讲的 今天 掌停锁起来 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跟广告一样 拥有标股之后 你会懂 拥有标股之后 你会懂 什么叫做飙涨的感觉 会不会像瑞基一样 还是比瑞基更猛 我不是涨上来跟你说 这是昨天还没涨之前 我说 做股票就像下棋一样 来 昨天的VCR 这个 这一档股票看起来 感觉上好像没什么涨 反正也都没什么涨到 那这家做什么 中国手机应用软体 还有手机游戏营运 跟提供其他增值服务 这些东西做什么 就类似跟阿里巴巴一样 其实很多人不太了解 阿里巴巴是什么 阿里巴巴它是提供电子商务 在线交易平台的公司 包含V2V 包含线上零售 购物搜寻引擎 第三方支付 跟云端计算服务 简单说 阿里巴巴它在做的东西 就是说 在网路上面交易 网路上面交易 包含购物 包含零售 包含第三方支付 还有一些云端储存 做一些广告的收入 那这个东西阿里巴巴 为什么在美国IPO 會有这么高的一个价值存在 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切大陆有手机 大家都有手机 那一旦有手机 手机又越来越便宜 那手机上面的一个 所谓的广告 游戏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阿里巴巴相关的概念股 那这一家 它除了跟阿里巴巴做得很像之外 它的大股东 来自中国大陆 来自日本卵营 日本卵营是谁 日本卵营就是这个 阿里巴巴最大股东 日本首富 股价在这里 做股票跟下棋一样 人家是日本首富 阿里巴巴的创办人 是马云市大陆的首富 那我们不敢说 要拼台湾首富不用 我昨天跟大家讲 我们只要三支掌庭就好 三支就好 对不对 我说只要三支掌庭就好 不用当什么首富 我们跟着首富做 跟着首富做 不用太多支 三支就好 但是目前看起来可能 这个要调高猜测 这里 我说过掌停板会怎么样 掌停板会这样吗 掌停会这样 你说老师 这看不出来 好没关系 如果再掌停会怎么样 再掌停就快突破高点 那如果整个突破平台区间 下面有大量 技术面全面转强 那怎么办 到底有机会吗 我们讲真的 我说这一家公司 大家不认识它 是因为它新谷挂牌 新谷挂牌的时候在这里 新谷挂牌 挂完没有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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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什么 就像睿基一样 挂牌之后都没有涨 先洗盘 先洗盘之后 横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洗完盘之后 才开始涨停 到今天是第九支的涨停盘 好 那这个呢 一样 但是它洗盘的时间 比瑞基还长 瑞基是123456789 我们才1而已 对不对 我们才第一支而已 对不对 纯正的 纯正的 好 来 阿会长到哪里 如果像基亚 有这么多支涨停盘 什么价位都可以买 对不对 基亚112块 120 130 140 150 随便你买都会赚 因为到200嘛 所以咧 到什么价位 算清楚咧 算清楚咧 很多东西我都事先跟你说 那接下来 如果你说你买得太少了 还要怎么买进 除此之外 来基亚 基亚我最近有做一个研究 看别人的想法 但我发现 未来股价走势 将会超出很多人的想像 对不对 就像这个时候一样 沿路以来 我们的做法 都超乎别人的想像 财富大挪威的过程 来基亚的做法在这里 这个价位买进 上来 价差操作 若是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则必跑 若是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则必跑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一次赚大钱的方式 就像股神一样 股神做了十二个重要的决策 我们只要做一两个重要的决策 就会是今年股票市场最大赢家 今天周末 祝大家周末一块 本层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神圣诺 我推荐 我们自己没有试 difer 妹妹啊 去洗碗喽 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 会被人掀 爸爸说女孩獨理工将来会很辛苦 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 C豆让女孩有发挥潜能 平等发展的机会 我可以当科学家 我可以做工程师 我甚至可以开飞机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豆 促进性别平等 让世界更美好 让您所看到的奇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全景投顾 顶级服务 支付金线 02772 6855 2772 6855 人生 外乎就是 接求生活中的温饱 投资理财 想要的就是 迅速累积财富 全景投顾 具体股市 最负责任的投资专家 结合心理